刚刚溜完狗回来 拿了个包裹 我又买了一点毛线 因为我上次说我在网上买的就是毛线 我本来买的是这个牌子的线 就是在Michael's能买到很便宜 这一股可能就三四刀那个样子 但后来在网上就这个全部断后 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线 但当时在网上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是这种棉线 它应该是做这种勾花用的线 不能用来做戳戳秀 所以我又得买一点线 我还去了一个实体店 然后最后也不合适 最后还是在Michael's的网站上买了 好像它有一些古货 我就买了一个 黑色 还有这个米色 还买了 哇 这个绿色 和网上看起来不太一样 有点辣眼睛 买了一个这样子的绿色 因为我有一个 这种颜色的绿色 然后还买了 这两个颜色有点像 这是同一个颜色吗 不是同一个颜色 然后还买了一个灰颜色 我之前做的那个小地毯 其实没有做特别多 这样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就做了主体黄色的这一部分 但我可能会把这边拆掉 重新做 因为我后面就有点偷懒 我那个针脚就有点大 前面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 扳凸 在这个屁股和后腿这个地方 显得有点扳凸 前面就针脚比较细嘛 织的比较密 所以就看不出来凸的地方 所以我打算把这一部分拆掉 重新再来一遍 这条牛仔裤是 昨天新来的 感觉还蛮喜欢的 是用比较宽松的版型 今天遛狗第一次穿 冬瓜丸子汤和肉末茄子 感觉还是再熬一会儿 可能再软一点 嗯 然后再去弄一弄吧 你觉得没透着 熟是熟的 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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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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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吗吃完饭 还是吃饭前 不知道啊 我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 你什么时候弄的 你干什么事儿 又印象低贫 你干什么事儿 又印象低贫 她吃完蛋了 吃完了 我的妈爷 这是一张心怀愧疚的脸吗 不是 这是一个我下次还会干的脸 我先把相机架在 架在三脚架上 三脚架架在热水壶上面 有一点小小的危险 今天是星期六 就打算下午悠闲的 不紧不慢的戳一会儿我那个punch needle 因为我之前线一直没到嘛 拖了好久了 现在打算做一个冰咖啡 这个日历到后面总是有一些 不知所云的话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 撕一下今天 今日一远游 但是今天我要摘在家里 羽毛 混合go 现在是陈开 巨星 头过来 的 周高 他们都要会贴 炸 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们在超市 看到大同行有卖这个的 脆的那种冰淇淋三明治 来吃一下 做一个taste test 像这个样子 它外面这个壳应该是脆的 是 这种冰淇淋三明治 我刚给这个小朋友刷了牙 不然我摸了 你想填我的相机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四十三 我已经把柴柴的部分戳完了 还差背景 我今天真的是一口气把尾巴 脸 脚都给戳完了 还有这个 这个是昨天戳的 对 我从下午戳 然后晚上吃完饭接着戳 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这两个手指了 特别疼 而且我的手臂现在也是酸的 明天或者后天再有空了 再把这个背井弄一弄 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很满意了 给大家看一下反面 这个不是反面 其实这个才是正面 有一点点乱 因为有些线头 到时候我把后面 封上以后 就可以把这些剪掉了 差不多就长这个样子 还挺可爱的 后脸好皱 昨天晚上喝水喝太多了 现在小狗今天又没法去果公园了 嗯 那今天还是来洗澡吗 又洗了下雨 嗯 干不了 难受死了 上周就没去中国公园了 怎么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周日 但是今天这一周都是挺不安逸的 其实一周下雨会雨 才挺舒服的 是舒服 但不能是我们在米加西狗公园的那一天 好 谢谢 好的 我们想吃 提马克早餐 想吃好几天了 别人在学校天天吃 吃到伤 吃到不想吃 对 就是现在有 有格外的小面 我点了一个这个 好像在美国没有吃到过这个 这个是 它的 everything croissant 里面有 hem 还有那个 一个煎蛋 外面是一个有那个 everything bagel seasoning的 牛角包 特别香 嗯 好烫啊 她特别喜欢这家 因为她每次拿出来都是热的 是滚烫的 嗯嗯 给米卡小伯爷买了个新床 米卡批评 他昨天尿床了 米卡批评 嗯 觉得怎么样 昨天我们出门去超市的时候 其实也就去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把它 一般我们出门的话 都在笼子里面睡觉 但是昨天我们出门以后 又开了扫地机器人 他有点怕那个扫地机器人 估计就在笼子里面的时候 害怕了尿床 今天就给他买了个新的 还蛮舒服的 下面是那种肌翼棉的 就对他的骨骼 和关节之类比较好 哎呦 浩尘 我们刚才去那趟超市 今天去了这一家 Sang Given 你去 你去身床了 对 我们去了这家 Sang Given 最近老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 有人推荐他们家 说是 亚超界的 Whole Foods 就看 就稍微高端一点点的亚超 我感觉更像Trader Joe's 就小小的 然后里面 东西不是特别多 但是 环境比较好的那种超市 买了一个 牛奶饼干 全麦面包 牛面筋 来买了 鸩唇蛋 打算这两天可以卤一个鸩唇蛋吃 杏鸩 杏鸥 鸿鸡 沙拉 里面就是 生菜 菠菜之类的 最近别人想吃沙拉 可以拌一下 还买了一个 花生酥 为你同学超级喜欢吃花生酥 所以给他买个花生酥 小黄瓜 还买了这个是什么 榨菜肉丝味的米线 然后还买了养春面 我买了中午吃面吃的比较多 最后两样东西 是我这次去这个超市计划中想要买的 一直想要买这个燕麦奶 原来在美国的时候 就是超市里面就很方便买 所以我们经常买这个 这边就感觉好像普通超市 卖的比较少 就只有个别超市有卖的 然后我看Sanggiven有卖了 我就去每边买了一个燕麦奶 这个还是Barista version的 我就可以用它 就想泡一下咖啡 因为燕麦奶应该算是比较好打泡的植物奶 所以我最近想要做一个燕麦奶拿铁 虽然我牛奶现在打泡打得还马马虎虎 想要再挑战一下燕麦奶 然后还买了一瓶也是燕麦奶 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我没有试过 叫Miner Figures这个牌子的 它包装真的很戳 我上面这个小插画好可爱的 每次只要给米卡大一点的零食 它就会有点难过 好像不想吃完 是不是 它想要省着吃 然后但又特别想吃 它就会哭哭 是不是你 它一副你是不是在说我的表情 吃吧米卡 OK 给了它一块鱼皮 舍不得吃 可以吃 吃吧 晚点妈妈再给你一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